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南韓力球大勝土庫晚 星期六傍晚 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H組有場南韓對土庫晚 其實南韓實力明顯高過土庫晚 在歷史上,他們曾經三次交鋒 南韓平均至少正勝兩球 看到,其實南韓今場贏球應該是志在必得 說回,原本兩勝兩和的南韓拿8分 排名H組第二位 但因為北韓退賽後 之前比賽的計分就作廢了 南韓之前打和了北韓 所以南韓只扣了1分 但原本土庫晚取得9分 排名第一位 但因為和北韓一戰裡傳取3分 但扣了3分後 他就只有6分 直接由第一位降到第三位 雖然和第一位只有一分之差 但這種判決對土庫晚來說 似乎有點不公平 南韓目前H組獨佔龍頭位置 三場比賽,贏兩場和一場 入了10球之餘,而且沒有失球 今次外圍賽 有熱刺球星孫興文帶領國家隊 並且隊中結合了不少歐洲效力球員 所以南韓的整體實力是沒有需要懷疑的 更加重要的是 南韓在這三場分組賽中 都沒有失球 防守方面很穩陣 值得留意 南韓過去三次對土庫晚 不單能夠全場比賽至少正勝一球 而且在三場比賽 都能夠以1比0的比分 回到更衣室 至於土庫晚方面 在四場分組賽過後 戰績就是贏兩場和兩場 5球隊入5球 並且失了4球 在分組賽輸的比賽 分別是輸給南韓和黎巴嫩 不用問,北韓退賽對於土庫晚的積分影響最大 當然,土庫晚本身實力不太強 他的世界排名是第130位 足足低過南韓接近100位 而且土庫晚的球員九成 都效力在本土的亂賽 實力明顯比不上南韓 如果土庫晚想要獲得更好的分組成績 不如將目標鎖定在黎巴嫩和斯里蘭卡身上 斯里蘭卡是這組的送分和送淨勝的球隊 而球隊面對黎巴嫩方面 要爭取贏一場 才有機會將積分差距拉平和反超 至於土庫晚面對南韓 土庫晚不如戰略性放棄 寧願不出現失過多球的情況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按LIKE